男人上酒店都是為了工作 然後不是為了娛樂 然後就是假日回家當好男人 會不會覺得自己自己也有 這個是這樣啦 我們只是按照數據 其實我相信 我們台北市很多酒店是談公務的地方 因為我們發現就說 假日很明顯生意量就下降 表示說我們台北在上班時間 他是把它當作一個做生意的地方 不要緊啦 這個 也許大家不喜歡聽太直接的話 台灣還是一個自由社會嘛 那我可能說走不出去 其實要思考一下 對國民黨區域地位來講 一定輸跟一定贏的地方 不需要柯文哲 但是那種伯仲之間的 還是有超過10席 如果真的要三黨不夠半 至少在10幾席的地方是需要合作的 這個我不知道 不過還是那句話嘛 就算沒有藍白河 也希望有藍白河 和平的河 所以可以互相幫忙的地方 還是互相幫忙 只是說每個政黨 還是有它的主體性 選舉還是要花一點錢 最近啦 我們應該要開始要舉辦一些 募款的專案 選舉還是用小物募款 你知道 錢不要花太多 至少到現在為止嘛 台灣民眾當然 沒有收過郭董的錢 也沒有收過這個 吳欣營他們家的錢 倒沒有 溫朗東爆料說 那個吳欣營在英國 有6.6億的榜產 那我倒覺得這樣啦 人沒有辦法選擇父母嘛 每個人每個人的出生背景 重點我們要看他 他後來自己可以努力的範圍內 做了哪些事情 昨天侯友宜好像罵您說不要緊 我說不要緊啦 這個 他應該會說他失言吧 他買的 他應該說你 有什錄 他應該說有什麼 都 có 那麽 有時候 我都說你 他應該說你 沒有了 那麽